呛呛三人行 小田听说那个那天你一回香港 见到天线异象 真的我就是那天到的香港 我也在香港 徐老师你没出去看 小田在窗户那拍了半天 你可以看看香港拍下来的就是那天晚上 你知道吗 记录下来这个几十年的罕见的 那天晚上总共记录下一万次 你再看下边 这就是这个闪电的光纹 你再看 我从我的家的角度看到很多这样的景象 就是那天的闪电 真的像魔爪一样的 就电成这个样子 这叫金不是那金法 燕不是那燕法 哎呦真的 哇你说这个 但是我觉得很喜欢我一直在观察 就是晚上就是可能是从八点 一直到十一点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像魔爪一样的 伸下来的那种蜘蛛网型的那种 那种闪电 然后到了晚上差不多十二点以后 就看不见了 那种纹路就看不见了 但是就是整个的量 哎 我觉得很奇怪 那是水了屋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你一回香港就遭雷劈吗 因为我没有找你是吗 不是 因为你趁我不在北京期间领着另一个姓潘的男的 不但进了我的屋还上了我的床 什么 哎呦我说这个床是不假的 对吗 这个这个古代的作剧就是床 壶床 床就是坐的 所以你看看这个照片你就全明白了 给我找了接班人了 趁我不在 但是徐老师你瞧咱姐接班人 哎呦我这乐的 潘大蜜 是吧 这个事情都是倒过来的 嗯 他不是来接你的班 你将来有可能接他的 今天就已经接上了 就是天上啊 下来为什么说是磨转呢 你可以说是通向天国之路 也也说明这条路啊 绝对是天打五雷轰 哎呦 潘大蜜 哎你别说我我认为潘大蜜 他坐在我的这个位子上 是吧 他可能无知无觉 嗯 但是呢 真是他这个可以体验一下 其实呢 我真的觉得我 他的这个职位啊 比较像我 不太像老板 联合国秘书长嘛 其实本质上就像个协调的人 大型谈话节目的主持人 你觉不觉得老潘 可能比那个多一点吧 但我觉得啊 多汤汤 那天啊 我们是一共有 就是现在照片上看到的啊 是三个人 有盘基文我 然后坐在我对面的是刘洁一 就是中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 哦 我以为是翻译呢 不是 再看一下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看点 就是那个哥们 哎 导演再给我们看一下那照片啊 我觉得最大的看点 就是坐你对面那哥们 把我笑的 你瞧 他让我想起啊 我小时候看过的那个 卡尔战争的电影里边的人物 我接着说吧 你说啊 这个 盘基文他做的工作像你的啊 我 你如果现在讲的话 其实我都忘了当时的这个场景 那你要说 其实我们当时走进那个房间 然后很多人 其实包括老板也在场的 然后就说 让他感受一下这个虚拟棚 然后本来都是绿色的墙 然后呢 一坐下 然后怎么样子 就有了场景 那么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的摄像机 很多的照相机 然后很多人围着我们 我当时我自己心里边就在想了 其实挺好笑的 我们三个人的反应 其实因为周围的人太多了 我们互相说话 其实不一定听得很清楚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话 因为当时反正我至少是职业习惯 我一看 没有挑杆 我们也没有带麦 其实说什么话 他们听不见的 就说了点眼思 然后呢 我就在观察我们三个人的反应 这个潘基文 他当然是这个很有镜头感的 一坐下 那肯定是领导人 那反正就是很庄重的 也是很和蔼的 就这面带微笑的 跟大家点头 那么他身边的这个刘洁一 他是什么呢 就真的是外交家的那种风范 然后就开始介绍我们凤凰卫视 就说凤凰卫视是做得很好的 全球化的一个媒体 怎么就开始说这些话 那我当时一看 抓住这个机会 我就说 坐你这位置的这个人 他特别坏 每次我做他的节目 他都来欺负我 然后老潘听了之后说什么 他好像没听见 联合国秘书长不调解这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就一下也引起了 我对这个搞政治的人的兴趣 三人形的位子也做过重要人物 以前也有 对不对 没错 所以小条这个事 不该遭雷劈 是给我们长脸 让他们看看 别平常瞧不起我 能做我这位子的人 那得是什么级别的人 我还说接我班的人 我说 所以咱随便低调一点找一个 你一找见这个潘大明 但是啊 涛哥你知道吗 那一天啊 就是潘静文他来 凤凰参观访问 我觉得对我啊 触动最大的你知道是什么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夫人了 哦 哎呀 以前没有 没有 我以前没见过 对 好美丽 好温柔啊 就是说话都是轻言细语的 真的我第一次感觉到 这种近距离感觉到温柔 从文案上讲 潘大明也就配不上了 为什么呢 就是他夫人好美丽啊 没有 就因为这可能先入为主吧 因为他的形象 作为政治家 也中规中矩 真的吧 当然当然 他的接班人现在怎么样了 他们不是说公开 也有可能是 也有可能是一位女性啊 对啊 很有可能现在建工的 公开建工的 对不对 有六个候选人吧 我跟你说 这真是体现出这个趋势了 你看潘基文的面相身上 就表现出有些阴性的特质 我认为他长得不是很阳刚 对吧 整个世界 他的夫人说的 他说我先生最常做的运动 就是呼吸 我最常做的运动 也是呼吸 因为我们很多偷懒的人 都会有一个估计 我的呼吸经常是很急促的 剧烈运动 剧烈的喘息 我就是说这个趋势 我们能够看到吗 那天微博圈上 希拉里又火了一把 就说这个女性 现在阴 渐渐要颠覆了阳了 就说这个希拉里 发表了一通演讲 在圣地雅各 我跟你说 就中国粉丝 有那中国粉丝就说 就这篇演讲看下来 美国第一个女总统 就然然升起了 就是说气场太强了 不但是把这个特朗普 说的体无完肤 过去我没见过这个希拉里 就正强的这个气场 现在感觉到 潇宇宙爆发了 潇宇宙 对 希拉里潇宇宙爆发了 那就是 最近化妆美容工作 都做得不错 不错 站出来形象不错 对不对 不像有一肚病病歪歪的 最近出来 不知道他们给她弄了什么方法 好红润 你说的你笑起来 有点玛丽亚的 对不对 对 而且似乎也微微减了点肥 就腰身有点收 我就感觉到 这个人抖擞起来 你可以看一段 讲的确实是气宇宣昂 你可以看一段 that's why it is no small passing thing when he talks about leaving NATO or says he'll stay neutral on Israel's security it's no small thing when he calls Mexican immigrants rapists and murderers we're lucky to have two friendly neighbors on our land borders why would he want to make one of them an enemy we all know the tools Donald Trump brings to the table bragging mocking composing nasty tweets I'm willing to bet he's writing a few right now 你看我觉得希莱里 就最后笑那一下 小条我真是 据我多年的观察发现 这个不管什么样的女人 她都知道 她最好看的是什么样子 是吗 对 包括这个女人 最掌握的就是这个 你看希莱里 最后那么笑的时候 是她最美艳 就相对之下 好看 包括你平常认识 这个女孩子照相 她在什么角度上 你别看女孩子 这样的 哪个女孩在傻的 她门对这个 她特门清 她照相 她笑到什么程度 是她最好看的 甚至于你知道 我当年有个 不是跟你说 我当年有个女朋友 可逗了 就是说经常吵架 因为这吵 一吵架就生气 你知道我的办法 怎么让她笑 我就 因为出去旅游 就老吵架 吵一路不说话 对吧 我拿照相机一照 女人就是 你就一照 因为她知道 照相机 照相机 她要是这样 照下来不好看 你让她再生气 就笑了 这是个技巧 看来是女孩子 要真的生气 她就把手挡掉 不让你照 女孩子研究的 都是怎么笑 涛哥研究的 怎么是 这是怎么让你 女孩子为什么就开口笑 她觉得开口笑好看 我觉得我一笑 最像个坚军 就不好看 我觉得 我就皮笑 皮笑 又不笑 真的 我觉得男的照相 我觉得我很难 咧开嘴笑 我一般就是这样的 在干嘛 女的好像都觉得开口笑 这说明什么 坦率啊 希拉里就不是一个典型了 现在她整个队伍都在研究她的表情 告诉她什么时候做什么表情 怎么样摆动作 她现在是一个巨大的一个 我就不懂啊 那个川普 那个特朗普 她下面的队伍 就不跟她提一些建议的 她其实有很多动作姿态 是可以稍稍改一改的 对不对 不必搞成那么 比如说她那个手那个样子 对不对 她的发型 她讲话的态度很 就是很多人很不喜欢她的 她可以稍微改一改 她把它作为特色 她把它作为特色 这就等于说 你难道希望 假如说当年的芙蓉姐姐身边有个团队 那你也说 你也可以让芙蓉姐姐改一改 其实没必要改 芙蓉姐姐是因为 她那个更是她突出的特点 所以你讲的道理也对 现在他们可能也是 突出特朗普的这个特点 支持她的人是怎么说的 人家说她讲的这些话 她这些态度 你难道支持吗 她说我们是 美国现在需要一个杀虫的人 我家里有虫 我才不在乎上来杀虫的人 长得什么样的 只要她能杀虫就行 那么多的共和党的男性投票 这么高的支持率 他们不管特朗普长成什么样 只要她能提出她那些主张 这主要说明男性绝望了 现在要看小蹄她 女性 这个英国 包括英国 今天我刚才看了新闻了 那个女的 新首相 新首相 叫什么梅 Theresa May Theresa May 跟你一个英文名 对对对 Theresa May Theresa May这一出来 我发现 女的就是表现出 她说话就英明果决的样子 是吧 脱了就是脱了 对吧 我们不会再怎么着了 她是赞成刘欧派的 她是另外一个女的 跟她竞争的那个 是主张偏脱欧派的 她那是赞成刘欧派的 咱们可以看看他们俩的照片 你看 这本来连竞争候选都是俩女的 是 现在工党在挑战 现在的工党 党魁的也是一个女的 哎呦 你说这些 所以他们说 我们本来以为 未来世界的画风会是这样 你看下边 说这就就前一阵 本来以为未来世界会是这样 但是呢 没想到更有可能是这样 然后呢 你要再加上一个呢 默克尔再加上一德国 就变成了这样 还有可能是接下来的联合国呢 对吧 女秘书长出来了 是 谁啊 有可能啊 现在进行了六个人 里面有三个都是 前南斯拉夫的那些 共和国的一些部长 对不对 好几个都是女的 黑山啊 对不对 我今天看这个 义军发一个朋友圈 在上面讲 他把开罗会议 那个是开罗会议吧 这个丘吉尔 罗斯福和蒋介石 三个人的这个照片 给弄出来 他说要谁可以批一下的话呢 罗斯福和换成希拉里 丘吉尔换成这个美 他说要是按照这个 中华民国败退到台湾呢 这个蒋介石再批成蔡英文 就是现在这个世界的格局 但是我觉得女性这个话题啊 还是一个偏敏感的 对不对 你看为什么这个 Therisa May跟她竞争的 那个叫Lexem 这就很狼狈的 慌忙退选 对不对 其实就是她因为这个出言不当 而且啊 就是戳到了很多人的痛点 怎么出言不当 说她 她就是说这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啊 你说她有没有冤 是怎么样呢 是泰晤士报的记者 去采访她 采访完了之后 直接出文章了 就说Lexem说 因为她自己有孩子 所以她比Therisa May 更适合当首相 Therisa May没有孩子 对 Therisa May没有孩子 而一下子不得了 整个英国啊 这个舆论界就炸了锅了 基本上我觉得对她是 咆哮式的 鞭打式的 就把她给轰走了 她最后实在是受不了这个压力 就宣布就说我不选了 但是呢 她同时也喊冤 她说我不是这样说的 她跟我表达的意思 完全不一样 然后这个时候 泰晤士报 他们就把她的那个录音 就放出来了 录音是怎么说的呢 结果是 她自己在说 她说 我来自一个很大的家庭 我家里有哥哥姐姐 弟弟妹妹 我还有半哥哥 就是他们家是离异家庭 然后我自己也有孩子 然后说到这个时候呢 那个记者就说 你自己 你说到你也是有孩子的 你是母亲 你觉得你的母亲的身份 有没有影响你的一些政治角色 她说 我们要小心 她说不要在这个问题上面做文章 我不希望说出来说 我有孩子 Therisa May没有孩子 她说这样不好 然后她后面又接着说 她说但是呢 是的 因为我有孩子 Therisa May她可能只有侄子侄女 我的孩子还会有孩子 他们会直接参与到英国的未来 所以我跟英国更加有利益攸关 这句话多说了 对 这句话多说了 不应该这样说 就是败笔 被传媒解读出来说 因为我是母亲 所以我能够成为更好的领导 对 为什么英国的事情这么重要啊 过去两百年 我们已经讲过 英国带着世界的秩序 现在你别看它好像要退下来 它发生的事情还是在影响着世界的很多观念的转变 你看在别的地方 照样有人出来说 女的政治家 你单身可能会影响什么国家政治 唐人惶惶惶在说 可是在英国你这样说你就完蛋 对 英国我觉得 政治正确 对 它戳中的是什么痛点啊 我觉得是什么 就是因为现在英国 它应该说是在这个价值观理念的这个塑造上面啊 依然是走在这个世界各国 尤其是这些强国的前列的 他走在美国的前面 对 他现在打的棋是什么 第一个是多元 第二个就是自由 包括这个同性恋婚姻 那个卡梅伦他下台的时候 他自己宣布要辞职了 他就总结自己的工作汇报 对不对 说了几个 其中有一点就是说 同性恋婚姻合法 这是他这几年当首相 他觉得最引以为傲的 那么这个Letson 他就是我觉得政治很不成熟 他之后就是自己做候选人了 还说 我说我是不支持这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 把那个卡梅伦吓坏了 就说不能开历史倒车的 这个时候还出来打这个招呼 所以说他就是在这个地方就踩了红线 他这个话啊 就不应该这样说 什么叫多元 很多女性有孩子 但也有一部分没有孩子 那么这就是多元 那自由是什么 有的选择有 有的选择没有 有的选择自己生 有的选择去领养 而他们这是个人意志 个人意志 不要被其他人来审判 不要影响他们去做其他的事情 这就是自由 尤其你不能用一个人的私生活 来判断这个人的政治的成绩 这个是一个大计 就是说当你 比方说我们现在是要找一个部长 有几个副部长 我们在提拔的时候 这个A 他有一个健康的正常的家庭 B是单身 从来没结过婚 C是结了婚的 没有小孩 那要不要综合考虑他们的家庭背景呢 现在的政治标准 政治正确的标准就是不能考虑 你把这个东西放进去 你就是犯大的错误 而在某些情况下 我们常常实际上是考虑的 所以说你知道为什么 现在西方国家 尤其在美国 他们比较讲究的就是递检利 你知道吗 他们很多是中国递检利 那是年龄出生的 这个地方性别 对吧 包括照片放在上面 这西方全部不要 不放照片 不暴露年龄 不暴露自己的性别 什么都不说 连模样也不知道 不看 对 只看你的资历 就是绝对不能有歧视 是吧 对 而且他这种歧视 不仅是低的歧视 你照顾的歧视也不可以 严格说来 像我们现在这种 读这个名单 谁谁谁 女 谁谁谁 藏族 这看上去是照顾 其实再按他们的标准来讲 这也是歧视 我学校最近碰到一件事情 我们评审 就是加工资 合约 什么 这个上司的 给下面一个员工 打了个报告里边 有这么一句话 英文写的 就是作为我们这个部门 唯一的男职工 下面 就是意思 后面他其实是说好 结果我们评审委员会里边 有个女的教授 马上指出来 他说这句话不妥当 他说我们现在在考虑 这个人的表现 能不能加人工 能不能合约 什么什么 跟他是男是女 没有关系 你这句话 人家严格说来 法律 可以来挑战你的 大家一听 仔细一听有道理 但是你说写的人 是一篇好心 他什么意思 他就是说我们这里 都是女员工 他作为男的 可能换灯泡 什么 他讲的是一个实际的话 对不对 这在我们这常常有 我当时就等于是 后来他们马上这件事情 还专门出了一个通知 就是提醒各部门主管 你们以后写人的工作汇报 不可以有这种 涉及性别歧视的字眼 你看 所以这种 因为有这一套制度的东西 才会有德国的总理 英国的这个女首相 这都是有关系的 他们不应该是受照顾上去 他们是在男女 一个标准上上去 这么才有可能 你讲什么 没有我在想 涛哥你不一直都是直男孩吗 你要看到这个会怎么感觉 我呀 我喜欢女的当领导 是吗 就是说 真的 我老是说 你这句话又错了 当领导 不能因性别来挑选 你喜欢好的领导 你怎么能说喜欢女的 我最近听到的 最直男癌的一句话是什么 就是说 现在有很多女性的领导人 然后一个男的 他就说 他说是啊 他说你看我们男的 给你们发明了洗碗机 洗衣机 微波炉 现在你们就可以出来统治世界了 不是 就是真的吧 我觉得 这个说 就是说政治正确 就是搬得上台面上的话 对 但是人实际上是 永远也有台面底下的话 对 你也甭说什么 实男癌不直男癌 我不能不承认 我眼睛看到的事实 谁跟我说男的女的都完全一样 我也不能同意 因为我不能说假话 我眼睛里可没看见 对 也许我们经过几百年的孕育 未来新兴人类 对吧 他会出现一种男女 你真看不出什么差别了 但是今天我看见的 你会对男领导人和女领导人 如果要比的话 你对谁会更有信任呢 他不是说了吗 他喜欢女领导人 我生命中关键的几次重要的 比如说我来凤凰 包括我当年去大学毕业分配的第一份工作 这个都是女领导给我带来的 这个就是要感恩 但是男领导不容易碰见一好的 你知道吗 但碰见一好的 你对他的信任是超过女领导的 比如说对咱们老板 对吧 非常政治正确 全是个人为怨 你看出联合国秘书长 联合国秘书长的本事 被联合国秘书长加持了的就是不一样 我们讲的是势力 他讲的是人情 对 但是我还有一一个发现 就是我又不得不承认 就是这个似乎呢 我认为的好的男领导啊 往往呢 他真的就是不大容易受这个个人情绪的左右 而我又不得不承认 我这辈子所碰见过的女的领导 他们对我好的时候好得特别好 但是有的时候你也要小心 因为我好像觉得 他们似乎需要你更多的照顾到他们的个人情绪 有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你就 你就是你比如给他点小言小会什么的 你出轨差给他买点什么 女领导他比男领导会更高兴 但是呢 你要哪天不给他自尊心了 你就就是他他要真不高兴起来啊 他真能把感情代替工作整你 这也是不是我那两个大姐啊 我说的是都是小甜的女领导 我的女领导都很好 我的女领导就是碰见小甜这种就得整死她 你知道吗 我从来没有遇到她 因为她年轻漂亮 你这都有 连碰到都是男领导 我去广告 女导演告诉我赶快去广告 强强三言行广告 之后见 听说我刚才说的全是政治不正确的 应该这样 这句话一句话 实际上都正确 但是按照理论呢 徐老师现在政治也不正确了 怎么能说实际上都正确 就是可行啊 实际上有可能有你这样的情况存在 尤其在中国的国情下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普遍的 就是说他刚才讲的情况 女领导比较怎么来说 他不完全看智商 他需要更多的情商 大家有个感情的交流 这个按就事论事 这个是比较相对来说是难的 当然当我讲这个话的时候又是正确 政治不正确了 就已经 中国的政治不正确是在于什么呢 其实不是我们 就是对女的进入政界 其实一直是鼓励照顾 糟糕就照顾在这些鼓励照顾上 你知道 使得一般的人看到女的一做官 就是马上就要产生联想 就说他是不是有什么特别关系上去的 或者说是或者是另外一种男性对女性的丑化性 女强人 很厉害 这个这个怎么 就是这其实都是男性的一种一种偏见 你知道你要说这个 就当年我就看到 就是说毛泽东主席的这个秘书室 他的秘书们就曾经接待过 他是说很尴尬 就是当时就是说该怎么面对 就刚刚建国后 很多老女 不是也是女革命家 都是大姐这些大姐们素养都很高 夸抛毛主席这要告状 告状什么 告他们老公 说他们一进了城啊 就瞧不上我们了 一进了城啊 就追求资产阶级享受了 还要找年轻漂亮的这个女的 这个革命分子就变结了呀 这些大姐们就 还讲 你说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毛泽东怎么办呢 他怎么办 毛泽东据说他身边的这个秘书就没有见 后来这也成为他们内部什么反右斗争当中 拿出来的一个证据 说当年这些老大姐来 为什么中央办公厅呢 就没有接见呢 对吧 然后就就好像没有让毛 但是后来毛主席还是了解了 毛主席据说对这个情况很敏感 据说就说他 就是他就觉得这是干部 革命干部要腐化的一个倾向 以前不是有一段时间 是所有的这些革命干部进城以后 都批准他们找年轻大学生吗 原配他们不是纷纷的 有一段时间真的 是 他不叫批准 那个时候就是 甚至是鼓励的 它是一个间接的方式 这个是误解 就是说他们的原配呢 都在江西湖南 长征没过来 那么到了延安以后 大家有革命需要吗 所以呢那时候就想出的概念叫爱人 对爱人这个字啊 你想想看它很暧昧的 对不对 然后呢就是一些学生来跳舞 就投奔自由帮包括叮铃啦 蓝屏啦等等 你看咱们都叫同志 对爱人 爱人同志 是吧